大家好我是台北小曹 我要拍這個影片的原因是因為 我最近看到有人把TW08S 那個閥門片 因為日本的閥門片長這個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長這樣 有點追形的感覺 各位有看到嗎?長這樣 那有人就異想天開 把閥門片換成FRIEND閥門片 更換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他覺得這個日本的閥門片 在那個吐氣的時候會 很吵 所以說就改成FRIEND閥門片 也就是7502的進氣 6200的排氣閥門片 看起來很像 那我今天試了一下 我覺得 我就裝上去自己試一下 我個人覺得我覺得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有看到縫隙嗎? 有沒有看到縫隙? 有看到縫隙了對不對? 各位知道為什麼會有縫隙嗎? 這個對角怎麼一直對不到 各位知道為什麼會有縫隙嗎? 因為就是 再給各位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看到縫隙? 有縫隙就不ok 因為就等於你閥門沒有百分之百密合 因為比如說就是 吐氣或吸氣的瞬間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閥門片 你以後會覺得說 該不會是這個閥門片有變形吧? 我等一下會把這個同一個閥門片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確定變形對不對? 好像變形啦 其實也不是沒有變形 也沒有變形就是 它就長這個樣子嘛 閥門片就這樣軟軟的 我把它拔下來 我剛剛用一些方法把它塞下去 其實它不是很好塞 那我把它拔起來 那我們用同樣的這個閥門片 裝在那個 6000系列的這個閥門片上面 把它裝上去 看會不會漏起 好它裝上去之後呢 完全是貼合的 各位看一下 完全沒有翹起來 非常的服貼 好那我們再把這個同一個這個閥門片 裝在那個 6200上面 好 我們把它裝上去 裝給不是6200啦 75系列的那個閥門片 好 裝上去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服貼的 服貼的喔 各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公佈答案 好 閥門片 浮不浮的起來 跟它的中間這個點 很有關係 中間這個點 如果說比較高的話呢 它的閥門片就會浮起來 那中間這個點呢 如果是下沉的話呢 閥門片當然會凹下去啦 那我們光是看這個 出氣閥門片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 外面還多了一圈 這一圈 就是可以支撐閥門片的外圈 這個部分 那像剛剛這邊的話呢 也一樣 這閥門片的話 翻開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看到有沒有 它的部分的話呢 也可以服貼 也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像剛剛這個這麼誇張 像這個的話就有風險 因為它是排氣閥門 像進氣閥門的話 應該這樣講 進氣閥門就算是浮一點點 進氣閥門就算是浮一點點 不管你怎麼吸 你永遠吸到的都是乾淨的 最後一個缺點就是 當如果進氣閥門沒有那麼完整的時候 頂多你吐出來的氣回流進氣閥門 就是會污染到綠材 頂多缺點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排氣閥門非常注重這件事情 排氣閥門是完全不可以 有任何的漏氣的部分 因為你漏氣 好像剛剛那樣子 縫隙很大 那可能你的那個 有害的氣體啊 那個有機蒸氣啊 就會飄進去 有時候不是那個什麼 武漢肺炎的問題 完全不是喔 那這個原廠的這個 濾片把裝進去會怎麼樣 各位看一下 把它裝好 各位有看到嗎 由於它發片 是長得有點像鍋蓋形狀的 所以說它是完全服貼喔 所以說各位 不要再改了 不要把這個改上去 好不好不能用 不要在那邊異想天開 覺得說我很屌好不好 有些人為了改裝而改裝 那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你裝上去之後呢 如果像剛剛那樣翹起來 有時候那種金屬 就是 有害氣體就飄進去 因為在你吐氣的瞬間 有時候你可能 沒有吐氣 或是也沒有 處於沒有吸氣 或沒有吐氣的狀態之下的話 那個 污染的空氣就這樣飄進去囉 所以記得喔 不要再改這個了 OK 好不好 就先這樣喔 掰掰